机器狗耶 这个厉害了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我看过 这真的我们是以前有听过 但是还真没看过 我看过 在921大地震救灾的时候 它就来了一款 但是没有这么好 就是老美带来的机械 那可能是民用版的 民用版 这个是军用版 这军规版 它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也很棒 因为那921大地震的时候 有很多小洞 人不可能进去嘛 万一垮了怎么办 那如果放我们救生钱进去 万一垮救生犬也很可怜 所以我们就不敢进去 它就带了这种 大概比这个还要 那个腿短 我们说这个看起来像是狼狗 我们当时它带的像是蜡肠狗 那个腿很短 一个小洞 它放它就钻进去了 钻进去可以把整个洞里面 所有的钢筋的支架相关 它全部照出来 那就可以知道 这个建筑物在底下的结构 然后最主要是生命探测器 有没有活体 有没有人在里面 对 所以这种东西 我看过一次 可是我不知道它会游泳 真的 它现在水路两棋 对 我们那个放到水里就沉 它这个会游泳 我想这真是一种创举 也就是说 而且这一只机械狗 已经服役两年了 按照我们以前的兵役 它可以退伍了 对 差不多退伍了 它已经破冬了 它可以退伍了 已经上兵了 已经上兵了 它服役已经两年了 所以说它可以在各种状况之下 人不能去的 然后有生记忆体不能去的 就叫它去 因为它可以克服毒气的问题 它不会受毒气的侵扰 第二个 它不怕热 一般的狗 因为狗怕热 那么多毛 它会热死 不怕热 第三个 它有记忆体 它就算回不来 它的所有的资料传回来 对 所以跟狗不一样 你正式的这个军犬 它要回来回报 狗又不会讲话 对不对 就算训练再好的狗 你也没有办法看它通话 它只能透过一些 简单的方式来协助你 可是这种机械犬 它可以把它所收到的资讯 全部数位化回传 然后最主要它伤亡少 为什么呢 你不好探测 它不是一个有机体 你用红外线也抓不到它 它就是一个机械 所以这一款 这一款这个产品 送到乌克兰去 我觉得真的是 对于扫雷 对于侦查 对于战场情况 对于所有情报的回传 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是 俄罗斯会变成它的噩梦 我们看一下它的体积 其实不小 很大 身长一米 一米大概 然后身高大概0.7米 大概 小狼狗 算中大型犬 对 中大型犬 然后 这个体重很重 75公斤 所以我就佩服它会游泳 这75公斤会游泳 因为主要应该就金属 金属一般的人 进到水里面就 就往下沉 对 所以说它竟然会游泳 它这个左右一定有气囊 它的左右一定有气囊 下水的时候可以打开 然后把浮起来 然后它的后面会有 推进器 就往前走 就因为它是机械犬 大家千万不要想象说 机械犬到了水里 是狗扒是在游 不会 它的手就向前伸 腿就缩起来 后面的推进器就出来了 这个有它在水里面的画面 它就浮箱 左右浮箱 后面推进器 它就变得会游泳 那你想想看 水路双漆 你追这个机械船 追到旁边 发现它怎么不见了 它游走了 它游走 它变成船了 所以说这个方式 而且它的推进速度 不会太慢 它不像一般的 你看它路上的速度 11公里 搭载10公斤 它可以扩重 它可以负重 就是别人背不动的 或是需要它鞋 它可以背 它可以背 然后可以走 而且11公里不算慢 然后三个小时 约每10公里附近 就可以操作拆卸 只要15分钟 就是我把它抱去 像这个飞弹一样 打开15分钟 它就跑了 它自己就跑了 然后时间点它回来 我也可以带走 所以它是可以上车 车载或是放狗咬人 都可以这样做 这个厉害 而且讲难听一点 它就算阵亡了 也不是一条人命 阵亡了就花点钱 它就是个机器 而且它还有带 有枪械版的 它还有枪械版的 它有武器 而且它有武器 可以行刑狙击 它行刑狙击 然后它如果被抓被俘虏 它的晶片会自动烧掉 所以你什么都收不到 你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所以这一款 未来你看 有无人机 有无人舰 现在连人造狗都出来了 所以未来战场上 谁说兵多将广就会赢 那脑袋好的才会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